60岁生日这天,因为一叠豆芽炒肉,我被儿媳赶出家门 儿子冷眼旁观,我扒着门框不撒手 儿子,大冷的天,你儿妈去哪儿啊,回应我的,是紧闭的房门和楼道里呼啸的风声 七点整,儿子儿媳有说有笑地回来了 我赶忙上前帮他们拿拖鞋,儿媳扫了餐桌一眼,没说话 我松了口气,堆着孝敬厨房拿碗筷 下一秒,儿媳尖锐的声音响起,这是什么 我是不是说过,我对豆芽过敏 你又想害我,她脸拉得老长,指着餐桌立声质问 儿媳对豆芽过敏之事,我是在照顾她月子时知道的 那次我炒了叠豆芽,她哭了一晚上,说我趁机拿捏她 我百般解释她都不信,儿子也埋怨我脚架 最后,我买了个金镯子给她赔罪,这事才勉强结果 从那之后,家里餐桌上再也没出现过豆芽 但今天是我60岁生日,我突然就很想吃一叠豆芽炒肉 在豆芽摊子前,来回晃悠了三遍后,我咬咬牙,买了一块钱的 寿星应该有小小任性的权利吧,就一小碟 此外,我还做了儿子喜欢的小炒黄牛 儿媳喜欢的东兴斑,孙子爱的可乐鸡翅 小小的一碗豆芽炒肉,搁在桌子的角落 像剩菜一样,毫不起眼 没想到还是贝儿媳发现了 我心虚地低着头,乐乐不说话 这不吱声的态度让儿媳更加愤怒 她大吼,你说话,办什么委屈 眼见锋利的眉甲,就要戳到我的鼻头 我忍不住往后躲了一下,同时偷偷看了眼儿子 希望她能帮我解围 结果她自顾自地成了犯,对我的近况失而不见 我叹了口气,刚想开口 儿媳却暴躁的一把拽着我往门口推 看什么看,又想趁机挑唆我们夫妻关系吗 最烦你这套了 你给我滚出去,好好反省反省 儿媳人高马大,拽着我就跟拽个鸡仔一样 很快将我拖到门口 猝不激方之下,我鞋子掉了一只 我扒着门框哀求,对不起,我错了 我只是想再生,重重的关门声 打断了我未完的话 在生日的时候,吃个豆芽 我在心里默默补充 不知道过了多久,熟悉的声音从耳边传来 奶奶,你怎么坐在楼梯这呀 我抬头看着快一米七的大孙子,声音哽咽 子豪,你回来了呀 孙子这学期开始住校,一星期回来一次 她N了一声后开始拍门 儿媳应声开门,她对着校拉过孙子 称怪的说怎么又瘦了 母子俩说说笑笑 我跟在她俩后面,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 当一只脚跨过门槛时,我松了口气 结果下一秒,就边儿媳拦住了 她似笑非笑盯着我,我有说让你进来了 听不懂人话是吗? 这几年,儿媳稍有不如意 就会用听不懂人话是吗?来质问我 不管我是否回答她都很生气 她就像个炮杖,一点就炸 这个家,也就孙子能稍微哄住她 想到这,我求助地看着一首带大的孙子 期待她能把她妈拉走 结果孙子只是朝我摊开手怂怂肩 做了个爱莫能助的动作 转身回房了 我心一凉,只能自己使劲往理解 只要我进了屋,随她打骂 结果这动作彻底激怒了儿媳 她推嗓着我,破口大骂,反了你了 我让你滚你听见没,我扒着门框不撒手 儿子,大冷的天,你让妈去哪儿啊 儿子烦躁地挠着头过来 我眼中生起希望 下一秒,她利落地拉开儿媳 顺手把我往外一推,一个转身把门带上了 我正愣地看着她 她往后看了一眼,将我扯到楼道口 妈,好好的你说你惹她干嘛 明知道她不能吃豆芽 你还做,我搅着手指,我是做给我自己吃的 儿子烦躁地打断我 行了行了,你怎么就不懂呢 你就非得当着她的面吃吗 说完她掏出钱包,从中数了三张地给我 你先随便找个地方住 等里娜气消了,我再接你回来 我没接,大晚上的,我能去哪儿呢 儿子健壮咬咬牙 又多拿了两张,五百贡了吧 你身上应该有钱吧,上月我刚给你一千块 我依然没接,就这么定定地看着她 那一千块是一家五口的买菜钱呀 何况,这是钱的是吗 直至现在,她都没发现我还光着一只脚 十月的夜很冷 自古的寒凉,透过冷硬的瓷砖直窜脚底板 记得我浑身发抖 吱呀一声,门开了 而媳妇阴着脸,拖着编织袋走了过来 往我身上一扔,弩弩嘴,带着你的破烂 给我滚,然后转头瞪了儿子一眼 还不进来 难道你也想跟着滚 儿子看了看我又看了媳 狠狠叹了口气后,扔下我跑了 我依靠着干瘪的编织袋,呆呆地坐在路边 街上人来人往,行色匆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 儿子结婚时,我跟老伴掏空了积蓄 给她买了房 老伴去世后,儿子提议让我搬过去 跟他们一起住 开始我是拒绝的 那回孙子已经不用每天接送 儿媳表面跟我关系融洽 实际相处小摩擦不断 我实在没必要去跟他们一起 儿子结婚了,跟我就是两个家庭 这点我懂的 结果没到一年 儿媳看上了个学区房,可惜钱不够 他们求着我卖掉老房子,帮忙凑一下 我有点犹豫,这样我就没家了 老伴临走前也握着我的手主妇 老婆子,这房你一定得给自己留着 我不在了,反正你得多想想自己 和孙子摇着手臂撒娇 奶奶,我有很多同学都上这个学校 我也想去嘛 儿媳说,妈,咱把两个房子卖了 给子豪换个好点的学区房 他以后能少走不少万路呢 这个四房很不错的 还附赠个大路台 到时候你可以在那养养花种种菜 儿子说,爸不在了 你一个人住这,有个头疼脑热的 我也不放心 咱们一家人住一起 热热闹闹的,多好呀 三个人殷勤地看着我 脑子一热,我就同意了 儿子开心坏了 甚至抱着我转了一圈 后来,我们住进了大房子 确实有个很大的路台 只不过,我没能用来养花种菜 儿媳在那搭了个简易木板床 那是我睡觉的地方 他叹着气说,装修款有点不够 暂时只够装两个房间 你先委屈睡一下阳台吧 儿子在旁沉默不语 后来,房间装好了 只不过一个变孙子的书房 他得有个独立的学习环境 一个是儿媳的衣帽间 他从小就幻想自己能有个衣帽间 偌大的房子,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我茫然地看着儿子 他却跟我说让我忍忍 等孙子上了大学 再把他的书房改成我的卧室 事已至此,我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硬着投注 晚上十二点 我试着给儿子打个电话 他没接 连打三遍后 那头传来温柔的女生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我忍不住自嘲 自己到底还在期待什么呢 冷风吹在脸上 我拢了拢敞开的衣领 拎着包慢慢走向小旅店 前台工匠打着哈欠 给我伴入住 输入身份证时 他小声地一了一声 在我转身上楼时 他叫住了我 伸手给我递了个三角蛋糕 上面坠着颗草莓 红彤彤的 阿姨,生日快乐哦 他红着脸,轻声地说 我色着嗓音道谢 强忍了一晚上的泪水 在这一颗树树落下 一个陌生人 都能对我道出生日祝福 亲生儿子却在这天火同而席 将我赶出家门 我还不如声快叉烧 第二天退房后 我忍不住回到了小区 正巧看见席领着他爸妈上楼 儿子在旁陪笑着 我正犹豫着 是否要上前打个招呼时 儿子发现了我 他跟席低声说了几句后 就冲我走了过来 我眼睛发色 声音哽咽 儿子,儿子一个用力 把我扯到角落 妈,你咋回事呢 我是不是让你先找地方住几天 这才一晚 你咋又回来了 开口就是指责 他没想起 昨天是我生日 也不关心 我在哪凑活了一夜 我定定地看着眼前人 心越来越冷 李娜是要把他爸妈 接过来同住吗 儿子不自在地点了点头 他们响子豪了 来待几天 那他们住哪呢 阳台嘛 这话说的 哪能让他们住阳台呢 儿子脱口而出 可是我却是住了五年 这一刻 我的眼泪汹涌而出 怎么擦也擦不干净 儿子跺着脚 挨压了一声 他说 总之 你先别回来 等我通知 冬日的寒风里 我拎着编织带 脚下是破洞的棉托 孤独地流着泪 看着他越跑越远 痛快地流完眼泪后 我摸出手机拨号 你好 我已经考虑好了 挂断电话后 我最后看了眼 这个曾经的家 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我回到了三百公里外的老家 从前的泥泞土路 早已变成水泥路 干净整洁 寻着旧事记忆 我找到了老房子 泥墙瓦顶的老房子 引在一众青砖灰瓦的小楼中 看着像微楼 几十年前 为了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我和老伴选择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而后在城里买了房 安了家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 会再次回到这个小山村 回到这个老房子 大门秀气斑斑 院子里杂草丛生 看着着实有点凄凉 我正感慨着 却听见有人声传来 哟 希克啊这是 你咋回来了呀 扭头一看 只见李嫂揣着手磕着瓜子 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我一阵头痛 怕什么来什么 这李嫂是我最不想撞见的人之一 年轻时 她就处处想要跟我比 牙尖嘴利的 是村里有名的碎嘴子 后来我进城了 偶尔回村 吃习她都要逮着我阴阳几句 要是让她知道 我被儿子扫地出门 不得笑话死我 我点头应了声势 儿媳不喜我说话 说太呱躁 于是儿子让我尽量少说话 慢慢地 我就变得不爱说话 想开口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们却又开始嫌弃我嘴笨 李嫂嘖嘖感叹 这么大的编织袋 咋 被儿子赶出家门了 这嘴 我捏紧了袋子 没再说话 她自讨没趣 吃笑一声后 转身离开 我拖着袋子进了屋 就着凉水吃了个馒头后 开始打扫卫生 没多久就听见一阵拍门的声音 我压下内心疑惑 叫门打开 一群人围在大门口 有的扛着农具 有的拎着锅碗 正中间的李嫂 更是抱着个大嗡子 见我开门 她扯着嗓子说 看吧 我没骗你们吧 是她吧 她呀 被儿子赶出来了咯 围观的人开始议论纷纷 我只觉一股热血直冲脑门 耳朵嗡嗡作响 整个人摇摇欲坠 她竟带着人来奚落我 太欺负人了 我环顾四周 看哪有顺手的棍子 她下巴一台 胖胖的屁股挤开我 自顾自地进了门 片刻后 我震惊地看着这群人 拔草的 扫蜘蛛网的 修水管的 胡窗户的 忙忙碌碌 见我看过去 都刺着牙冲我笑 我看看他们 又看看李婶 行了 别张着嘴了 等下苍蝇飞你嘴里 快帮我一下呀 李嫂边用手肘 对着我边示意我拿瓮子 我自己熬的猪油 可香了 不知道你这城里人 吃不吃得惯 反应过来后 我哽咽着道谢 饶师在糊涂 我也知道 这群人是她找来的 她磕着瓜子 时不时大着嗓子吼一声 说谁谁被偷懒 顶着我疑惑的目光 她轻描淡写地跟我说 她现在是妇女主任 这些人全都听她指挥 真厉害呀 我点头夸赞 她得意地笑 我悄悄从她手里 顺了几颗瓜子 她瞟了我一眼 说说吧 为啥突然回来了 我磕着瓜子 被儿子赶出来的呗 她盯着我 我坦然回望 做错事的是儿子 我没什么好羞愧的 片刻后 她书地下站了起来 我就随口一说 没成想 她还真敢啊 我还以为你今年 要回村过年呢 她在我眼前绕了几圈 然后你就这么 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说着说着 她拽起了我的胳膊 走 我给你找她去 这不白眼狼吗 我拍拍她的手 找了之后呢 再回去给她们 当牛做马 人打人骂吗 算了吧 我也想通了 她定定看着我 而后一笑 将手里的瓜子递给我 吃吧 都给你 我眯着眼 一颗颗似一颗着 再也不担心 突然有人跳出来 指着我说 嗑瓜子上不了台面了 真香 小村的日子 过得平静而安宁 算算日子 离开学还有一阵 趁着空闲时间 我把撂荒的小快递 稍微修正了一下 种上菜 又养了十几只鸡鸭 鸡鸭一卖 我就能还你钱了 我对李嫂郑重地说 菜子和鸡鸭苗的钱 都是她借给我的 她翻了的白眼 我差你那点 当初我难产 要不是你给我梳洗 我点头 嗯 那利息就不给你了 我俩一起哈哈大笑 正笑着呢 手机响起 来自赵辉 我静静看着 内心一片平静 离家三个月后 她第一次打来电话 李嫂见状往远处走了几步 在我按了接听键后 她又悄悄往回挪了几步 专注地竖起耳朵 我无奈地笑了笑 开了免提 赵辉的声音顺着听筒传来 妈 你跑哪去了 玩累了 明天就回来吧 岳母跳广场舞 不小心扭到腰了 你回来搭把手 还是你好 岳母每天啥事不干就等着我们伺候 我下班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她真是一点没变 开口还是指责 没有问我现在在哪 没有问我怎么用五百块熬过这三个月 甚至都没问我有没有回家的路费 赵辉 三个月了 你不问我有没有遭遇什么吗 我轻声问她 她沉默几秒 然后叹了口气 别闹了妈 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这样 你明天赶紧回来 我打断了她 赵辉 我只说两句话 一 我不会回去的 二 你不是我儿子 以后别叫我妈了 说完我利落地挂了电话 她欺而不舍在打过来时 我拉黑了她 做完这一系列动作后 心中的那股玉气 一下子烟消云散 我看着假装未及的李嫂 都听见了吧 可以狠狠笑话我了 李嫂昂着头 笑你干嘛 你就是倒霉 儿子是个白眼狼 然后担忧地问 你真打算 以后就一个人住这了 要我说啊 你还不如没着儿子呢 那样高低还能领个低保 没等我回答 只听门外传来一个嘹亮的声音 请问林婉芬同志在家吗 我心下一席 终于等到了 来人是村小的老校长 早在生日之前 我就下定决心 接受了老校长的邀请 回村做村小的生活老师 本想在生日那天当众宣布 没想到儿子儿媳 压根没给我开口的机会 这些年 为了满足李娜的餐饮要求 色味俱全 便宜实惠 我在网上自学了各种营养餐 趁着短视频的火热劲 我还将自己做的学习成果 发到视频网站 村小的孩子们都是留守儿童 学校条件不好 生活老师工资低没人愿意来 于是老校长只能身兼多职 既当老师又做饭 只是他做饭不太行 每到饭点孩子们都如临大敌 结果是越吃越瘦 他着急的上网学习 正巧他看到了我的分享 可做饭这回也是挑看天分的 老校长用实力证明 他确实没什么天分 熟悉之后 老校长会经常性的 给我发一些村小的日常 看着活泼可爱的孩子们 我心里暖暖的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我经常给孩子们寄送些日常用品 只是好景不长 儿媳发现了我的视频 他斥责我不要在网上乱发 那样会暴露隐私 我解释说我只拍菜 从不拍景和人 他冷冷地看着我 说出了那句日常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以往我都妥协 但那次我很坚持 儿媳没再说什么 转头却不小心碰坏了我的手机 后来 儿子给我换了个新的老人机 只能接打电话 没有设备 我的视频也从此停更 老校长知道后 他邀请我到村小当生活老师 一开始 我是犹豫的 儿子一家离不开我 我走了 谁给他们做饭呢 在豆芽摊子上徘徊时 我想 我这一生忙忙碌碌 从来都考虑他人 为他人妥协 从未做过自己 我是赵家婶子 是赵辉妈妈 是子豪奶奶 但独独忘了自己叫林婉芬 黄土埋半截 我不想再留遗憾了 于是我答应了老校长的邀约 李婶扎舌 老校长 你可以呀 你这是又忽悠了的免费劳动力 老校长面色战红 急忙白手 不白干的 一个月一千二 管吃 说着说着 他声音变小了 可以吗 我点点头 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 语无伦次 谢谢 谢谢你 村里就这条件 我知道为难你了 可孩子们总得读书 李婶揣着手 我得回去查查 妇女主任和生活老师 哪个官大 好不容易压他一头 结果 就这样 我当起了村小的生活老师 官大的李婶 将他侄女淘汰的智能机 送给了我 我将小院扩大了点 又买了几十只鸡仔养着 每天迎着晨起的露水 我起床喂鸡 摸鸡蛋 打理菜园 中午的时候开始做饭 喷香软糯的杂量饭 嫩滑鲜香的鸡蛋羹 清甜爽口的十令菜 孩子们吃得干干净净 过了晨午 我又端出茶点 红豆羹 玉米糖水 酱香煎饼 双皮奶 花样繁多 每个孩子吃完饭 都甜蜜蜜地跟我道谢 林老师 你做饭真好吃 我用手背擦着汗 眯着眼笑得很舒心 以前做这些时 儿媳很不屑 说都是碳水 一点营养也没用 我姐是说 这里边有蛋有肉 营养搭配均衡的 她发火说我故意顶撞她 类似这种场景 最终以儿媳的怒骂 儿子的逃避 我的道歉来结束 辛苦忙活到最后 却捞不到一声好 但在这里 我不用绞尽脑汁去想 自己到底哪里又做得不对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活得开心肆意 正在我慢慢遗忘 那段苍白的记忆时 一通陌生来电 将我拉回现实 是赵辉 她怒气冲冲地问我 妈 你在哪呢 你是不是跟别人说 我是个白眼狼 嫌你没用 把你扫地出门 你能不能别在外乱说 这给我宣扬的 领导都批评我了 懂点事行不 你知不知道 我在这个公司有多难 竟给我添乱 直到现在 她都没觉得自己错了 我叹了口气 赵辉 我已经不是你妈妈了 你听不懂人话吗 以后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说完我挂了电话 顺手拉黑 一抬头 就看见正要偷溜的李嫂 说吧 这话是你传的吗 李嫂搓着手 不是我 我就跟我侄女随便唠了几句 说着说着 她激动了 当年你儿子进那公司 你还跟我显白赖着 我以为多厉害呢 结果我侄女毫不费力就进去了 是啊 侄女真厉害 我诚恳地说 李嫂昂着头 那是当然 我重新在视频网站注册了账号 每天拍拍我的菜园子 我做的饭 因为真是接地气 甚至还有人打赏 让我帮着云养菜养鸡 我根据网友的要求 给被任养的青菜和鸡仔挂上名牌 今天给大家做的是来自云南王姐姐的菠菜 今天给大家做的是来自广州赵姐姐的豆芽 今天给大家做的是来自上海李哥哥的公鸡 有一次我正好拍到老校长在上课 他讲到周长 面积时 底下十个萝卜头 有八个眼神迷茫 隋唐小册几乎都是大鸭蛋 评论区网友急了 你先给他们画条短线 量一下 然后再画一条长线 再量一下 告诉他们这是鞭长 算了 正好周末 我去一趟吧 第二天 我就见到了风尘仆仆赶来的小伙子 浓眉大眼的 三言两语的他 就将周长面积的概念 用更通俗一懂的方式讲透了 老校长激动的当场杀了只鸡 然后 这集教学和杀鸡为一体的视频火了 当看到视频后台的收益时 我 黎神 老校长 三脸震惊 没想到竟这么挣钱 我们一点点规划着这些钱的用途 老校长想得更长远 他把村长也拉了进来 讨论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要是在家门口也能挣到钱 年轻人就会回来了 这样玩们就不是留守儿童了 我笑眯眯听着 低头素记 这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我还得持续学习 只是我没想到 赵辉竟然来找我了 那时我正在家盘算第二天的菜谱 听见有人拍门时 我还以为是黎神 打开院门 却发现是赵辉两口子 赵辉上前激动的握住我的手 妈 我可算找到你了 跟我回家去吧 我平静地看着她 她满脸疲惫 头发还隐隐白了一片 整整两年 她才找到怀揣五百元出门的妈 我以前那样妥协 只是爱她 不是傻 我沉默地甩开她的手 她委屈了 妈 都这么久了 你还没消气吗 娜娜也知道错了 她用眼神示意李娜上前 磨蹭什么呢 快过来跟妈道歉 李娜低着头 小声地对我说 妈 我错了 你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吧 两年 七百三十天 她们终于跟我说了对不起 可我已经不需要了 况且 她们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吗 我点头 淡淡地说 好 我知道了 果然 赵辉听完很高兴 她又一次拽住我的手臂 太好了 那我们回家吧 我一点点地掰开她的手 我哪也不去 这就是我的家 赵辉烦躁地挠头 然后把李娜往前一推 一个巧劲让她跪下 都怪你 道歉都没诚意 妈这是没原谅你呢 你就在这跪着 妈什么时候说跟我们回家了 你在什么时候起来 要是以前的我 肯定一把把她扶起来 然后呵斥赵辉 但现在我静静地看着李娜 慢慢地跪了下去 赵辉愣正着 似是不明白 我为何变得如此冷血 良久 我叹了口气 问她们遇上了什么事 赵辉松了口气 开始道出目的 子豪高中成绩不太理想 国内好的大学 基本是没希望上了 于是她俩想把她送出国 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以她们的收入实难支撑 自然而然的 她们就想到了我 李娜腆腆开口 神太宇当初 劝我卖房时一模一样 妈 子豪是你的大孙子 她以后有出息 第一个就孝敬你 赵辉在旁点头 是啊妈 你以后可是有个海归的孙子了 原来如此 我知道了 所以你们是想让我 跟着子豪出国照顾她 我恍然大悟倒 李娜蹭的一下站起来 想啥没事呢 还出国 不然来找我干什么呢 赵辉见我又言不尽 她急了 妈你别装听不懂了 钱不够 我们才找你的呀 我双手一摊 我工资一个月一千二 没有钱呢 你那短视频 不是挣了很多吗 我都查过了 赵辉脱口而出 原来如此啊 我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她索性破冠破摔 我就直说了 妈 我只要一百万 我没钱 我说 他们脸色巨变 视频账号的所有盈利 我都捐给了这所学校 新的电灯 电扇 书桌 篮球场 那些钱 以另外一种方式 陪伴着我 陪伴着这里的人 怕他们不信 我翻开手机 给他们看了余额 看到账号余额的那瞬间 赵辉面如死灰 李娜指着我破口大骂 我打断了她 娜娜 十八万彩礼 五万三斤 房子首付 你提的我都给了 后来你要换大房子 哄着我卖掉老房子后 让我睡露台 我也忍了 我不欠你什么 你着实 没有资格指责我 李娜咬着牙 我怎么没资格 月子里那碟豆芽 你忘了 我可没忘 月子愁我能记一辈子 仅仅是无意中 吵的一碟豆芽 她就记恨了这么多年 并且理直气壮地 一直戳磨我 不管我付出过多少 在她心里 她只记得那碟豆芽 我笑得流出了眼泪 这是什么品种的白眼狼呢 那我呢 赵辉红着眼 从小我就过得比别人差 好不容易结婚了 我那些同学 谁家不是全款买的大平层 你呢 你给我凑了个三居室的首付 别人四处游玩的时候 我再还贷 好不容易你有点钱了 我想着终于可以靠一靠你了 结果你 宁可捐给这破学校 也不给我 你算什么妈 我捂住胸口 我一直不太明白 为什么我从小 带大的孩子会变成这样 她小时候 该上的兴趣颁补习颁 我咬着牙给她抱 别人有的 我也努力满足她 李沈还戏称 我养了个穷人家的富少爷 我不以为义 说做父母的 理当竭尽全力 给孩子最好的 本以为 她会正直善良 有担当 没想到全场反了 我失望地看着她 你刚转正 那会有个机会 去西部锻炼一年 回来后直接升职 你嫌弃那地方偏僻 做商务 你又嫌商务要应酬 低人一等 又拒绝了 这也不行 那又看不上 于是你只能做个行政 每个月领着固定的薪资 你自己不想努力 却又怪我不够努力 除了躲在你媳妇背后 跟着她一起算计 生你养你的妈 你还能干什么呢 我把他们推出门 你走吧 我早就说过 我不是你妈了 她急了 上前抱住我 妈 我错了 我不该这么说你 以前的钱你捐了就算了 我不怪你 以后的钱你给我就行 我使劲地挣脱她 可她抱得死死的 甚至示意李娜一起上来 把我往外拽 这是要强行把我带走 你跟我们回去吧 娜娜也做了个短视频号 到时候我们一家 和和美美上镜 何愁没有钱呢 我大喊救命 赵辉捂着我的嘴 别叫了 村里人都睡了 回应她的是一声大吼 谁说的 院门外 一群人扛着农具围了上来 李沈和老校长冲在最前 把林老师放下 赵辉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她不知道 从我推开院门那刻 直播就一直在开着 不出意外 赵辉和李娜火了 愤怒的网友 冲爆了他们的直播间 他们的家庭地址 工作单位被扒得干干净净 连带着他们的公司 也跟着出了名 在舆论的压力下 公司随便找了个借口 将他们辞退 65岁生日这天 一大早老校长 就组织孩子们做蛋糕 说要给我个惊喜 还要我别插手 我要闲着没事 可以浇浇花 厨房不时地传来 过碗瓢盆的撞击声 听得我真正心慌 等他们将蛋糕推出来后 只一眼 我泪流满面 蛋糕做成菜篮状 里面满满的豆芽 还有一个迷你的网 这是我们学了 好久的翻糖蛋糕 胖嘟嘟的孩子 奶生奶气地求表扬 我含着泪 给每个人都发了个小红包 孩子们开心地原地蹦起 天南地北的网友们 也都发来祝福 这两年 视频号的收入颇风 我大手一挥 趁着假期 带着孩子们去游学 黎沈激动地手舞足蹈 妹子 我出息了 我也能来这看生起了 孩子们叽叽喳喳 好奇地看看这看看哪 老校长在旁不停地抹泪 路边摊飘着咸香的炒米粉味 摊主面色有黑 看着眼熟 他看到了我 想要上前 但又停在原地 我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 没有停留 黎沈小心翼翼盯着我 见我面色如常 他松了口气 他问我心疼不 我摇摇头 早就不疼了 迎着朝阳 我内心平和 过往那逼着的小木床 无处不在的冷暴力 都如云烟般散去 强文婉 感谢观看